高雄一命小偷石刀闯进了民宅打算偷东西 女主人发现之后大声的尖叫 他情急之下堵住了女主人的嘴巴 不但不让他出声 看见他颇具姿色竟然还打算性侵害 而女主人是死命的反抗过后 将歹徒给吓跑 他仓皇而逃留下了一双人字拖鞋 警方就是根据这双人字拖 顺利的逮到了嫌犯 一身重机车 是出去寻找一个犯案的一个对象 凌晨十分 离着小平头的林姓男子骑车在巷子里晃啊晃 他锁定一户住家后 立刻破坏门锁 偷偷潜入屋内 当时正在休息的女屋主听到怪声音 下楼查看 赫然发现男子正在客厅偷东西 女屋主吓得大声求救 但这个举动却激怒对方 不但拿内裤塞住他嘴巴 还挥刀恐吓对小孩不利 嫌犯见女屋主所有之事 就将这个女屋主拖置完境外 由头变成抢 过程中嫌犯还因为口渴 要嫌女屋主给水喝 但女屋主早已吓得花容失色 以为嫌犯要对他性侵 贫了命誓死反抗 男子情急之下 只好随手抢了1500元 夺门而出 他目前是以打零工为业 那单日是因为缺少钱花用 案发后 警方调阅监视剂 以邪追人 抓到这名劫财劫色的嫌犯 虽然嫌犯频频对屋主表示后悔 但警方还是将他移送法办 接受法律制裁